不要做一刀 下射力對腳的要求比較高 你透過不同人的教育 或者不同的歷程 你也會影響自己的脾氣 價值觀之類 幫助他們 我覺得一直在幫助我自己 我是國士功夫金龍省師團的團長 兼總教練,郭文龍 我爸爸本身也是國術農師的師傅 我可以稱為第二代 我到了90年代的時候 因為很喜歡這個工作 亦覺得如果要發展,就要全身投入 所以北京一國已經20多年了 你上網或很多文章說 武師有千多二千年歷史 其實那個說應該是不師 因為你看不師的造型 你就會知道 例如你在中國古建築 看到門口有兩隻石獅子 那造型跟不師是類同的 相傳以前有人帶了一些絲絲來 讓皇帝看到 然後他突然叫人模仿炸出來 所以北師真的很動物化 有很多長毛之類 基本上只是在皇庭的演出 又不下民間 如果從一些電影或看資料 你會發覺不師通常跟雜技團掛勾 民間可能在市集那天 有些人演出、有些雜傻 其中可能會有不師 他們的表演項目 可能有踩球、過圖板、上樓台 那個隱私員都是… 你看他是經劇底 做很多翻騰、飛躍的動作 那藍絲又是怎樣 畢經推考的就是… 話說應該是清朝時那麼沒有 康人想繼續 但又怕被政府壓制 他們就創造了藍絲 即是藍芳的獅子 把一些功夫的馬步 和法力方法放在獅子上 所以最早期藍芳人就把獅子 把粵劇面譜的方式放在藍絲上 所以便有劉關章 其實龍絲在這幾十年 有幾個階段不同的演化 從我小時候跟我爸爸學習 傳統的功夫、傳統的藍絲 當時獅子的構造比較重 樣貌比較兇,臉絲比較長 我們稱為藍絲 也有學畢絲,畢絲有很多模 又有一個叫隱絲員 帶著畢絲上樓台 跳桌椅,兩者都有學習 後來在80年代中後期 有些省絲團創辦了藍絲筆毛 做了一個新嘗試 將筆絲的一些武法 在藍絲上演繹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 無論是獅子的構造 道具上都有很大的轉變 的而是藍絲筆毛比傳統的獅子 對於年輕人來說 更加吸引、更加刺激 特別可以有梅花妝、比賽 然後到了90年代中後期 我們由傳統的大金龍 又開始接觸到新加坡的野光龍 後來接觸到國外的日光龍 又是另一種技巧、難度 身體素質的要求都很高 而且視覺效果很好 特別是近年 我們已經加了很多舞台效果 很著重整個畫面 觀眾看的時候無論是顏色、燈效 一些出煙的效果、剪判效果 套路編排裡面的難度動作 節奏、停頓、鼓鑊 這些都是需要事前用很多心思 去嘗試編排的 其實我們是有一本教學手冊的 裡面也有寫我們的宗旨 師門十戒 有甚麼需要學員守則 然後才是一些課程 其實為何這樣做 因為我們覺得所有運動或藝術 都是對年輕人或對人好 透過投入去克服一些困難 去提升自己的技藝、技術 中國人有句話叫技藝道 我們覺得你學習技術 然後那個技術出來 被人覺得是藝術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你做人 或者去面對事情的道理 我們不斷去演繹那些技藝道 基本上我們希望透過項目 學習的時候和我們的規矩 學會一些責任感、禮貌 增強興趣之後 然後透過表演 即你可以去表演的一些目標 比賽的一些目標 去跟自己比賽 去克服一些困難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的確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教學 發現有很多小朋友或年輕人 可能他們一開始未必太有興趣 但在這裡獲得一些滿足感 他們的自信多了 發現他們的為人 平時的表現是穩定了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發脾氣 可能沒有那麼迷茫 可能看人的眼神也變好了 最重要的是那些同學有三種 第一個要準時 第二個要喊人,這是禮貌 第三個要愛惜道具和收拾東西 不是人家設定好東西 你練完便離開 你也是自己設定東西,自己要搬 我們覺得在這三個要求中 會慢慢令他們有些責任感 而且會有些禮貌 為何在中文社會 經常說習武… 因為我們以前的舊式社會 例如清前或最前的社會 因為除了習武,其實沒有甚麼運動 不會有田徑、不會有喉水 所以大家一說就是習武 習武就是要求如何挑戰自己 守無德 我很推崇同學去比賽 即使你今天的技術 明知出賽也不會贏 也無所謂 因為你跟自己比賽 例如你今天只學習了三年 原來比賽要求你 要做到10個難度 才拿到難度分換分 我今天只能做到四個 我不是應該要等10個才比賽 其實不是 你做到這四個是你平時練習做到的 你出場後做不到 即使你明知不能贏 因為出場後有另外的心理壓力 現場氣氛等 如果你每天做到 你就叫我贏了自己 如果做得比平時好 就更加起出望 但如果平時做到 可能因為你緊張,你害怕 你不知道害怕甚麼 你害怕失手,結果你失手 那就輸了 因為我們不同球類運動 可能我今天沒有錯誤 不過是對方表現不好 這個不怪我們 我們是很自己的表演賽 例如陳教練、鄭教練 我另外還有一位顧教練 他們有學校教的 學員數量是多的 因為他們能夠教學校 如果有出來練習的 例如也有年輕人 在學校學過 現在坐了出來 好像陳教練小時候出來 有二、三十個 如果我們舊組員 由疫情前流到現在 精英的那些 大概有二十個 其實我最早期教學時 也沒有怎樣分辨男女 男生可能學老師、女生也學習 身體條件適合的也學習跳 到了一個過程 隊伍發展得比較快的時候 可能… 那時候女生比較少 可能則側重了男同學 女同學主要學古惡 後來也覺得這個教法不太好 令女生只做… 剛才我也說過 每個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位置 那女生是否不行 其實我一向都不覺得是 雖然他們身體條件 可能相對於男同學是比較差的 但其實他們仍然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 而且教了這麼多年後才發現 最好的教法就是不要分男女 無論由半夜開始都是一起 對,不要特別… 如果你是女生就要小心一點 教的事和做的事都是 我們教學時最難是甚麼 就是… 例如現在我教你 我覺得你可以做到這些 未做到而已,但你會做到的 就是由關斗至跳絲 問題是如果那個同學 他自己不覺得自己可以 例如我們說一個蜂蜈彈 可能他是一個胖子 其實我們成功教過 無數個胖子做到的 但如果他自己不覺得自己可以 別玩,師傅 那就無論如何也教他 現在女同學的氣氛很在… 當然我們不會要求他做一些太高 即是挑戰性太高 都是按部就班 但他們是相信自己會做到的 你看到是慢慢的成績出來了 就是因為… 我覺得首先他要相信 相信自己,相信我們 相信師傅,所以團隊 大家是會隔得性的,要做到的 很輕鬆 藍絲 表演者 打關斗 肌肉 國際舞台 肌肉傳承 比賽 打拳 路 大家好,我們是國士功夫 金龍城市團的… 國士女孩… 其實國士女孩這件事 不是特意做的項目 國士女孩這件事 其實裡面橫跨了有學十多年 到七、八年的學員 不過他們都是女孩 然後這群女同學 其中有一個跟隨我最久的 叫Poco 她是甚麼都學的 打鼓、涼茶、打關斗 老師也學的 然後衍生的女同學 再繼續的時候 她很喜歡這群女同學 不如我們自己又玩吧 慢慢玩到成績後 我們想說自己的女孩是一隊的比賽 她說可以 然後她們就叫自己做國士女孩 國士女孩是甚麼時候成立的 沒有一個特定的成立日子 其實是所有女孩喜歡農師 然後慢慢進入國士館 然後越來越多女孩 然後就看看一群女孩 可以做甚麼 是最近這幾年、兩、三年 才去社交媒體 之後就慢慢製作表演 我們的副寫師 對,很多影片都是她剪的 然後就推廣龍師的文化 讓大家更多看見女孩 也可以玩武師 其實主要開社交媒體 都是想凝聚大家的力量 以及分享我們的練習過程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練習過程 挺有趣,挺有趣 為何會這麼喜歡沒有龍舞師 首先這個運動 女孩做的都很有型 然後很有挑戰性 加上因為這是團體運動 一大群人玩的時候 就會比較開心 也是很有型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有她們陪著一起玩 如果你叫我一個人做這件事 可能我會堅持不下去 可能我一開始有想走這個念頭 但後來看起來 我會很捨不得離開她們 因為我玩了這麼多年 有一定的感情在這裡 因為20多歲,然後玩了十多年 好像有一半的時間 都花了一個市場 不玩很浪費 對 我想團體運動 應該是最容易發生 壓入喊的一個情況 但我每個人都覺得 曾經有乏力或想退出的時候 但你想想一些隊友 想想你以前練過的所有事情 想想自己有多特別 因為這個運動自己更特別 又或者自己有魅力 令自己的體能和甚麼都好的時候 很嚇壞 大家快點玩武士 我剛進來的時候 可能只有三、四個女生 都是做一些很基本的事 簡直可能不能碰到男士 當時我練習時看著男生練高裝 我很想有一天我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能有人退出,有人加入 我也換過絲美 這個絲美又很好,跟我合得很好 很成功地完成了我這個夢想 跳裝,其實我自己也沒想過 我會上升高裝 因為看起來很困難 而是找不到一個大膽的師頭 跟我一起跳 他很吃苦的 即是他跳裝撞裂的臘骨 他也可以繼續跳 跛了腳也可以繼續跳 對於我來說 應該是另一個家人的感覺 因為新年的時候 看到他們也有看到家人 差不多年初一到年初十五 都是在各市上 每天都是由早到晚 然後都要回來 好像在家裡 之前可能連三十晚有表演 他們也會回來 可能有時候不會跟家人吃團年飯 但會回來一輩子吃盤菜 其實我們試過吵架 一隊人怎會沒有試過吵架 但到了陳教練、鄭教練和師傅 大家都會用一個很成熟的角度 叫我們看回這件事 然後解釋 還有大家最後都喜歡武龍老師 其實吵架 也是因為大家太喜歡武龍老師而吵架 其實會成長了 有些大人 還有他們的歷練都多 他們多了我們十多年之力 其實我們發生的事情 應該是他們那一代也發生過 所以他們會更加成熟地 幫助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覺得郭師傅 他單獨找你去談判 或訓話的時候會更加多 而且我覺得他… 我會害怕他多於我自己的爸爸 但很好的,嚴師出高徒 他有時會說金句 他會說一些很短的 但會令你思考很多的事情 他對著不同的人會說不同的人 他會說一些很短的 但簡而正,然後讓你自己思考 簡短而撐槍有力 他會說這句話 已經可以令人哭哭 尤其是我們女生 我們剛進來後 現在也不會把我們當作女生 他會把我們當作男生 然後會令我們覺得 我們也可以做到男生做到的事 對於我來說,她們也是我一個加油站 我們互相扶持 有甚麼不會去妒忌 大家去鼓勵 其實這件事可能女生很難做到 但我們就是現在練習的時候 儘量互相鼓勵大家向同一個目標進發 我覺得國士給我生命中最大的啟發 即國師傅給我生命中最大的啟發 就是我生命中 無論是舞蹈、舞蹈、舞蹈、運動 遇到瓶頸也好 我生活自己人事關係、學業等等 遇到瓶頸 生活上所有難題 我都會想想 一開始的獅頭很重 獅頭那麼重,我也能拿起來 我能跳得這麼遠 這些難事我也能做到 然後突然有其他東西也可以 有些人一定有自信 我以前是一個很三分鐘熱度的人 好像玩很多運動 也可能玩一會 然後就不太想玩 但我覺得國士這個地方是… 你回來之後 很多人都會給我很多力量鼓勵我 可能有時候我會很頹目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的時候 師兄會跟我們說 有機會是自己爭取的 如果你是想玩這些東西 就要先努力練習 如果你不練習,你甚麼都不懂 其實你不會出場比賽 當你準備好才會給你這個位置 師兄會這樣跟我們說 我會很努力地練習鼓、打鼓 然後師味 然後也會拿時間出去練習 男孩子和女孩子 練習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不覺得恆心上有分別 但會質疑自己多了 而且很容易會氣餒 但氣餒是口氣餒 不是做的氣餒 我身體也是很想做到的 但無奈會疲累男孩子很多 所以看到別人很輕易跳得很高 可能我們練習了幾年才能做到 別人的男孩子很輕易做到的動作 但最重要是心態擺放得好 因為一個動作做不到 對我來說其實不是做不到 是我還沒做到 已經差很遠 最大的滿足感就是… 你看見一個學生,我們叫徒弟 有幾個… 一個就是他能完成一些 我覺得他能完成的 對他來說是有些挑戰的 如果我覺得他做這件事很簡單 他能完成後,我也不會很有滿足感 我也不覺得他應該很有滿足感 但如果有挑戰,他能完成後 很有滿足感 完成了一些新動作之類的 我偏排後的徒弟在演出上 或者完成了我的要求 也是很有滿足感 技術其實是後一步的負擔 只要你投入,你有興趣 的確有些不同人有不同的天分 但你天分高 然後你甚至不夠堅定的話 其實也沒用 但任何一個項目 你的技術層面一直提高 如果你要挑戰的程度越來越高 就會有些不是你的天分可以蓋上 你又要去努力 所以你說天分是否最重要 我們覺得不是最重要 生態是最重要 教學對於我的意義 很老套 教學相長這件事 我覺得是真的對的 但我今時今日覺得教學相長 已經不是單純在技術上 可能是你的人生、價值觀 你透過不同人的教 或者不同的歷程 你也會影響自己的脾氣 價值觀之類 又能幫助他們 我覺得一直在幫助自己 今年是全港高莊的賽事中 第一次出現女獅頭、女獅尾 女虎手、女裸手、女叉手的陣容 全女 過往世界各地都會有女獅頭 穿高裝 但可能是男生或苦惡都是男生 這次完全沒有男生參與 這組是全女 這樣會有女生 她是誰 她是女生 她是女生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